中俄为其一周左右的海上联合军演告一段落 虽然鸣笛商宣告演习落幕 但这一次的军演雨波荡漾 现在中俄海军的巡航编队正在通过金星海峡的国际航道 这里就是通往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关口 因为中俄十艘军舰当中包含大陆自治的万顿大区南昌号 18号才刚通过日本金星海峡 22号又有最新动态 日本证实中俄再过日本大鱼海峡 放大时间区段来看 大陆海军10月11号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了日本海 14号再前往彼得大地湾与俄罗斯海军会合 18号中俄实践穿越金星海峡 20号返程又穿越属于第二岛链的伊豆珠岛 22号在走路而岛线南端的大鱼海峡进入东海 等于大陆海军从11到22号的路径是绕日本一圈 同时还突破了第一及第二岛链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可以看到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飞机 那么从巡航以来可以说是一路搬飞 日本自卫队出动舰机紧盯 双方盛防擦枪走火 大陆官媒评论则反呛 这证明美国的岛链战略根本没用 在中国海军面前无所谓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 企图依托岛链对中俄两国进行海上封锁 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 大陆表示和俄军到远洋训练更趋近实战化场域 还说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 此次任务中我们聚焦实战 航行一路训练一路 大陆海军不断秀出实战火力 这让日本格外紧张 强调全程警戒监视 中方的回应则直接针对日本最大盟友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海军的联合军航 太平洋才能实现真正的太平 中俄放话要太平洋真的太平 在现今美中对立氛围下 无疑是在煽风点火 不过近习与美国往来频繁的盟友澳洲 也对台海情势公开表态 你认为我们将近日在战争战吗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明确表示 若中国亲台将会和美国共进推 并批评大陆官媒做的大外宣既不成熟又令人难堪 这番发言时间点恰巧和拜登的保台说相呼应 两岸情势不同以往 有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非保不可 而实际开战的可能性也必须要重新推估 其中一个美中进逐战场就在近期外界高度关注的超音速武器 事实上美国除了自力研发 也和澳洲合作一项南十字星整合航空研究计划 研发超音速概念武器 9月初宣称自由测试飞行成功 但是美国自己开发的超音速导弹 没有好消息 美国急于在超音速武器上取得领先优势 就是因为近年不止大陆 俄罗斯甚至包括印度都积极研发 如果不能抢投降 也等于是在新一代军备竞赛就输在起跑点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